陳冠玲趴下轉個命中 兩男比兩女順手 我還沒有 真的喔 對 其實這些傻帥會有難度嗎 對我來說非常有 怎麼可能 你無時無刻都是這種狀態啊 本土居男神 陳冠玲在新系趴下重 扮演超級富豪 她女神曾萬廷有過純純的愛 但曾萬廷出過身照 且了陳冠玲 這是不是轉個命中注定 我愛你 該做一對戀愛中的情侶 你就是唱歌 我會把吉他450萬做一次給你 我 對感情不丟的男人 我是沒看過的 不過沒看過那個 陳冠玲在這裡就不會 也得驗譽上的佳男本能 都是當年命中的李佩旭 則是什麼命運的糾葛 所以你就是演床系的陌生嗎 你不知道那天 我有把那個棉被拉多起來 我一直覺得自己沒有像說 你說像 佩旭 佩旭就不要說了 然後魔鬼驚弄 我演的那個真的是太壯了 然後你說沒有 所以又會覺得 沒有沒有自信感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最近比較瘦 所以我就可以 願意比較瀑布一點 呵呵 我貼腿三天 真的 因為我們要走那個 山路是有抖的 那天爺 開完床線 就有 你好會想喔 真的是 他有畫面 他有畫面 而距離錯綜複雜的感情線 真像是這樣 好可以講嗎 可以當然可以 我們等你講 他曾經有一次 我在出外景 所以我跟宇杰在出外景 因為我們冷的鑰匙 突然有人說 就是有人送咖啡來 就冠鈴哥 我說不對啊 今天這場沒有冠鈴哥啊 他人不在現場 那他請我們現場工作人員 去買咖啡 請大家喝 然後他簡訊 私訊跟我說 我說我這樣做是為了你 對 沒有 我是不清楚 但他尿 真的尿到了我的心 他說不尿 不尿女生 尿男生 難怪在現場 我跟他拍動馬 是我在一起 對啊 我從來沒有喝過 冠鈴哥的咖啡 因為我跟冠鈴哥 演很多檔的情侶 那他大概撩妹 就是那幾招而已 沒錯 所以我已經免疫了 可是現在就問的是 現實中啦 因為這次好像有說過 女人是你心中的第一男生 這是終於跟他 誰說出來了 他很會照顧女生 對 所以我就說 他的電力福特100 我不是只照顧女生 我連你PH我都照顧到了